姐 姐 快看 我这人行脱怎么样 看不出来怀孕了吧 你怎么又把这么瘦的裙子穿上了 脱了脱了 这样对孩子不好 没事的 我一会儿出去谈个事 我不能让人看出我怀孕了 是不是又穿高跟鞋了 脱了去啊 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你摔了怎么办呢 我穿高跟鞋舒服 我穿冰淇鞋才不习惯呢 你臭美什么呀 都怀孕了 你生完了再美不行啊 你听话 快点换了 怎么了 怀孕的女人就不能美啊 怀孕的女人才最美 是不是 小曼 你听话 你赶快把鞋换了 你要是再不听我的 我告诉萧雨珊 让孩子爸管你 你呀 别老提萧雨珊看着我 你是我姐 你也有点立场 小曼 小曼 你没事吧 小曼 别着急 我太疼疼了 你别忘了 你不睡会儿 还累吗 有你在就不累 你应该睡会儿 下午还开庭呢 要不然 年轻生 不能睡啊 我还有一大堆邮件要处理 那我去给你准备咖啡 那我去给你准备咖啡 我给你拿去 谁啊 田晓碎 她是小曼的姐姐 喂 雨珊 不好了 小曼摔跤了 她就该睡得了 怎么搞的 我现在要买了 你什么事啊 你先别起来啊 不会有事的 那我去了啊 到医院就给我打电话啊 好 你也太不小心了 你都把我吓坏了 医生说了他要没事很正常 医生说有出血啊 有少量出血怎么会没事啊 你得好好休养 知道 放心吧 雨绅 我会看着他 这回绝不会让他乱动了 要不明天办住院吧 做到医院里头 要不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 怎么办啊 医生都说不用住院了 刚才是让我给吓的 你看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太着急了 应该没事吧 现在孩子最重要 不能有任何闪失 我还是能不明白 你怎么好好的去摔倒了呢 他 他刚才走得有点急 我就是一不小心 下次注意 姐 麻烦您多费心了 多照顾照顾他 我说的话他不听 你 你放心雨绅 他听着呢 他会注意的 再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嗯 谢谢 看着什么 你还看育儿百科 你这样迟早 得把自己折磨成精神分裂 我跟你说 对这个孩子 我心里有愧疚 那也不能自己对不起自己吧 你说自打肖于善的前妻 出现以后 他一周陪你几次 他的时间都给他的前妻 和这个孩子了 你难道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都没有吗 当他决定要这个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是必定要付出的代价 可是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爱一个男人 还得捎带着他的前妻和孩子 这 这不划算哪 谢乔 你能不能理智一点 我的理智 是在我没有感情的时候才有 我对肖雨山是有感情的 来到洛杉矶 我已经失去态度 我不想再失去他 你是全身心付出了 那肖雨山呢 她可是哪头都没耽误 所以你不知道 她有多累 多痛苦 不一定 男人和女人想得不一样 而且男人和女人之间 互相的判断 也不完全准确 你说这个女人 大了肚子跑回来 你说她只是简简单单 想要这个孩子吗 她们之间有个约定 一个负责生 一个负责养 况且她前妻年纪也不小了 想要个孩子也很正常 想要个孩子也很正常